好,今天我给大家来介绍另外一款颜料 然后它是日本的颜料,叫颜彩 然后呢,我们来首先看一下 它是一个纸盒,然后上面有写18色 然后它的这个地址和它是日本制造的 所以说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然后它的盒子很精美 然后因为日本崇尚环保 所以它很多东西都是纸盒做的 好,那我们翻过来先看一下 它这个壳的这个反面 它会有写出很多颜色的名称 然后它有这个片甲名和平甲名 因为日语也是跟我们由中文演变而来的嘛 所以说有80%的字 我们是可以看懂的 所以说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它这里有写 它这个颜色分为12,18,24色,36色 有很多不同的种类 然后它需要保持干燥 就是你用完之后 就所有的颜料都是一样的 然后你必须得把它练钢了以后 然后才可以把它盖上 否则它可能就会发毛呀 或者是坏掉 而且不能太阳有曝晒的这种情况 其他的就是一些 适合于它这个颜料就是 是健康的 因为它这个标志好像就是环保的意思 就是没有任何毒 或者是有危害性的一种标志 所以日本做的这个颜料是很不错 它适合于有国化和西方水彩之间的一些演变吧 然后它跟西方水彩的名称也是不一样的 有很多借鉴了 就是中国国化颜料的颜色名称 然后这是一些注意事项和一些保管 我也不知道它能看清楚的啊 然后这还是地址 然后它是只做的可以环保 然后很不错 好那就是这个盒的盖子 然后我们可以在它的旁边 把颜色做成色板 那么我就没有做嘛 因为我要单独的做一个色板 然后跟其他的水彩颜料做对比 然后呢就是这个水彩的这个盒里面的状态了 它是有一个塑料的膜 然后覆盖着 然后把它打开 这个颜料我也是用过的 然后它每一个格都是可以拿出来的 啊 对后面也写着这个名称日语 然后你之后可能可以买单色去配就很方便 然后就是这个样子都可以拿出来 你也可以自己随意调换啊 也是很方便的 然后它这个盒的上面也有写 也有写着型号和这个颜色的名称 然后整体看来让我感觉 这个18色的颜料 它的这个总体颜色会比较偏向于国画颜料 那比如说这个红色就特别鲜艳 很像朱砂 然后就是这个绿 这个绿也是 也是很像国画啊 这个蓝 白裙它叫白裙 希望颜料里没有这个词 没有这个可能会叫天蓝啊 或者怎么样 然后它日本有它自己的名称 它这个颜料好像说 说是可以说有一些矿物质在里面 然后就是可以画它日本当地的一些民族的画呀 然后国画类呀 就可以混合的 所以说它不完全是水彩的这种颜料 我是这么感觉 然后它的这个颜色的包装感觉比较大气 然后颜料盒子也比较大 每一块都很大 然后你用起来也很好用 并同时有这个黑跟白 因为有的颜料它是黑跟白它是需要另配的或者是牙膏袋的 所以说我今天就来试一下这个颜料 然后呢 我也是做了一个色板 然后我们就要用这个色板一会儿的时候把它每一个颜色都画上去 然后来对比一下上一次我们来介绍櫻花水彩的颜色 它们有什么区别 好吧 好 那么我们首先先看一下这个颜料啊 我们先磕一下它 然后你看我使劲的去刮它 因为我都用过了 它都不会有任何痕迹 它很硬啊 也是很硬的一款颜料 然后 嗯 它的颜料的 你看用过之后也会稍微有一点点裂痕 所以这个也不爱我们去使用的 然后呢 我们也是用这支笔 我比较习惯于觉得这个笔很好用 我们来做一下它的那个颜色 这款颜色呢 我之前在试用的时候 第一次的时候我也曾经喷过水 因为樱花颜料不是我们要喷水吗 它也很硬吗 然后它如果不喷水的话 它水的颜色会很浅 颜色会很浅 但是这个我喷了之后就感觉太浓了 所以我就知道了它是不用喷水的 所以每一款颜料都有它的区别 我们直接就用水弄好之后 去一二三占三遍颜料之后就直接可以化了 所以我们这一回的颜料是不用喷水的 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啊 从第一个颜料开始 你看它三下的话 它颜色就非常的多了 然后我们给它加一点水 让它润开 然后第二个颜色 我这个笔好吸水啊 所以说 画的时候就感觉颜色水很大 然后再润开 然后再润开 船还收个颜色 然后再润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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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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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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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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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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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它旁边如果你要是画花的话 然后这个水字出来 水它的效果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然后这几款红颜色每一款 每一个颜色都很好看 然后没有浪费 我觉得18色这个还是性价比蛮高的 因为它每一个颜色都没有什么浪费的颜色 除非就是这种紫色可能特殊一点 不经常用和这一款不太经常用 也不是这款蓝色可以天空啊 怎样都可以 但是总体来说 这个18色的颜色呢 就是每一个颜色都会用得上 而且很好看 那樱花固体的这个30色的这个呢 有很多颜色可能 因为它颜色过多 然后就相近嘛 然后有一些颜色 真的这个颜色就很脏 就不好看 大家可以有一个对比的选择 所以说呢 这个颜彩真的是 如果你想去尝试一些古典的话 然后比较稳重的颜色 跟这个画面效果的话呢 还是选择颜彩比较好一点 所以我就用它来之前尝试了一个 这个年画的一个效果 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我就画了两遍 该伸的能伸下去 该浅的能浅出来 然后还是蛮不错的 这个年画还是挺好的 然后如果要是画风景类的 然后就是欧洲啊 风景类的阳光啊 然后就是比如说刺眼的 中午的或者是 西洋西下很鲜艳的阳光 和一些海洋什么的 然后风景啊 这种就可以用樱花的 也蛮不错的 因为它的这个颜色会 会偏西方一点的吧 就是 当然它这两款颜色都是日本制造的 因为盐彩它自身说 它有这个国画的这个 这个这个综合和水彩的综合 所以它会有所区别 那么之后呢 如果我尝试一些其他的颜料 我再介绍给大家